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秉年昌年期第十八主日 神经关系上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 天上的事、地上的事、甚至地下的事 我们都可以谈 唯一的谈到浅就比较敏感一些 为什么? 人际关系变淡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话题 金钱 当然这个情况所要描述的就是 朋友之间的借钱的问题 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否定 钱对人际关系有很明显的影响力 关于钱这个话题还有另外一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有钱 万万不能 钱的确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轻松 你想要买什么? 你想要买什么?很容易 你要买车 有钱 有钱没有问题 你要买房子 而且要更大的更漂亮的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没有办法 有钱 会让我们过得更轻松 不见得快乐 不过还是很轻松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 钱也会让你过得不安 你会过得很痛苦 福音当中就有这个例子 一个有钱的人一直在烦恼 我有这么多财产 我有这么多钱 我有这么多的股类等等 我现在的仓库很小 怎么办? 我要放在哪里? 他就决定了把现在的仓库拆毁 然后盖了更大更大的一个仓库 让他够用 把他所有的一些放进去的 他盖了更大的仓库之后 他告诉自己 我的灵魂啊 你要好好地休息吧 你有钱 你什么都有 所以吃喝享乐吧 不用担心不用担忧 面对这样的一个故事 耶稣的回应是什么? 耶稣几乎要告诉这样的人说 你如果不努力在天堂 继续你以后要享受的这些财产 你现在的这些财产有什么用? 因为你离开了之后 这些财产还是留在这里 你没有办法带这些财产进去天堂啊 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 一个人的生命价值 不在于你有多少财产 你有多少资产 你有多少金钱啊 你如何善用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这是一个重点 而且是最重要的 换句话说 有钱是好事 那是天堂赐给你的恩典啊 但是如果到最后这些财产 这些钱会给你困扰 让你心里不安 你这个福气的确是浪费掉 对你一点用途都没有 我常常想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善用天主 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 把那些恩典浪费掉 以后在天堂 联赞的位置恐怕也没有了 你失去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在天堂 所要享乐享福的这个机会 当然福音中所提出的这些财产啊 资产啊 或是鼓励的 或是这些金钱 只是一个比喻 我们正确的财富就是天主的恩典 你的时间啊 你的能力啊 你的智慧啊 你的聪明啊 等等 这是天主所赐给我们 最大的恩典 所以 好好地去善用这些恩典 来过生活 而且 去协助那些 你要去帮助的人 我相信 的确 这就是耶稣今天在福音当中 所要告诉我们去做的事 因为到最后天主不会问你说 你有多少钱啊 你租的房子是多好啊 或是你开什么车啊 等等 反而在那个时候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何善用 天主所赐给你的这些恩典 天地或地狱的判定 就是在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 让我们 请求天主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 加强我们的小信德 使我们能够好好地去善用 天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 以我们的生活态度 当作打开天国的门的一个重要的钥匙 我们一起努力吧 天主降福